107年全大運來到最後一天 最受瞩目的就是 公開男生田徑200公尺決賽 全國紀錄保持人楊俊翰 能不能再次刷新自己的紀錄 被安排的第四跑道 強翔之後一馬當先 出完之後 台灣技術人更是家族了馬力 油門踩了李 將其他競爭的對手 是遠遠甩在後頭 最後也率先壓線 最後曾經顯示是20秒33 不但改寫了2015年 自己所創下的全國紀錄 同時也完成全大運200公尺的3連吧 200成績是真的從去年等蠻久的 因為畢竟我去年100就有進步 所以理所當然的 我們會去期待200的新的全國紀錄 但是今天我覺得說 已經是這場比賽的最後一趟 我也沒有任何的後顧之憂 所以我就是想說 好好的把最後一趟的過程去做完 除了楊俊翰 幾間在後的夜首不經 王瑋世也統統都是出身台體大 等於是包辦本屆全大運200公尺的 經營銅牌 堪稱是最打贏家 其中夜首博更是以21秒07的成績 順利達成今年亞運的參賽標準 據王瑋世也在100公尺項目 拿到前進亞加達的門票 堪稱是三喜臨門 而身為學長的姚俊翰 在賽後也大方送上了祝福 我們之前亞青四青其實都有一起當過隊友 這次200他能達標也不是純屬是意外 他就覺得他是靠實力 那委屈是100公尺已經達標 之後如果我們一起訓練的話 可能彼此的成績都還會在所突破 楊俊翰賽後除了感謝家人 空時也感謝教練一路以來的香陪 就是跑進20秒3 不只是突破自己的瓶頸 相信這也能在接下來的亞運會上 增添不少奪牌信心 我來提新聞綜合不到